Hello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拍一個creamy show大家教學 非常非常感謝大家,有幫我破1400個subscribers 現在先講講材料,首先我們需要把膠漿 水,膠水,金油,磐砂 另一個盒子是做磐砂水 我今次會錄成磐砂水 首先我會這樣 這樣吧 放少許磐砂 這些磐砂水可以留下一次,所以不用擔心 現在需要下水,熱水冷水不要緊 我通常都會用一份磐砂對五份水 大概這樣就夠了 可以選擇搖勻或攪勻,我會搖一下就算 因為之後我會自己用,所以不擔心 然後還有色素 現在我們就可以立即開始做梳打的部分 首先我們需要倒入膠水 手盡 我覺得這條片會有點長,但希望大家也有耐性看下去 倒入膠水之後就可以加入這個水 1比1份量,又或者多一點 記住不要太多 我會弄開這樣 今次因為白色部分不想弄太多 所以會加水的部分加多一點 現在就需要攪勻 一定要弄得非常非常均勻 不然之後起膠就會一粒粒,那就不好玩了 我們可以加入這個金油 我用的是馬來西亞的金油 不會令到它起膠 我也推薦大家用馬來西亞金油 平日我會用泰國金油 平日我會用泰國金油 弄得非常均勻 現在我們可以加入這個磅砂水 就是在這裡 我會選擇先弄一弄磅砂 大概這樣,讓它溶一下就可以了 即是不用全部溶完 要不然就會等很久 現在就可以逐少加入泰國金油 加多了就不要緊 即是不用太擔心 這個時候我們不會用色素 可以完全起膠 現在你可以說是在做一塊透彩 這樣令到整塊起膠 這個部分我就會切一切 因為通常起膠的部分都會長時間 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完成了梳打的部分 可以給大家看看 看到嗎? 很睹 很拉 很拉的 我們現在需要掩飾 掩飾部分我們需要把這塊分成兩角 其中一角可以大一角一點 我終於分了兩角 小了一角可以再放在盒上 先讓它自己鋪平 另外那一角 我們需要把它染成藍色 因為之前說過色素的位置很大 所以一滴的色素已經足夠了 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需要拌色 拌色部分我真的不想用手 這樣先 這樣 這樣就染好了 就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這次我真的不想梳打部分 是這麼大塊 所以現在我要先處理大小 要拆一點出來 因為大了 現在就可以放進去 之後就可以預備做霜的部分 其實不是霜 我不知道是什麼 應該是泡 還是什麼 現在就可以開始做那個 那個叫什麼 泡的部分 然後就可以先放一些白膠漿 先放一些白膠漿 我會選擇放一斤 這樣一定夠 完全是夠 一定夠 之後我們就需要加入膠水 膠水大概是一半 或者多一點 一比一都OK 不過會沒那麼實色 這個泡 就放一點膠水 然後就可以攪拌均勻 然後就可以放進去 其實你可以 這個人的喜好 加一些剃酥膏 或者泡泡 就讓它泡一點 不過我覺得不需要 因為我的 每次做完之後 它會自己發敗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我真的想要過 最簡單的教學 所以就不想放那麼多 之後就可以夾水 水當然要 1比1 或者多一點 因為 木工的白膠漿 都比較 稠 可以說是 然後再搞搞搞搞搞搞 那就 差不多了 我要把藍色的東西 放進去 因為現在平了 就可以放了 剛剛還沒平 就盡量不要 這樣 現在繼續專心搞好這塊 對 現在大概是這樣的 之後就可以加入金油 其實如果你在家裡沒有金油的話 你可以試試找不找到一些 透明的沐浴露 或者洗頭水 對 就可以令它好拉一點 蘆蕊Gel也一定可以 如果你弄露露的部分 下牙膏當然可以 如果你弄露露的部分 如果你弄露露的部分 下牙膏就不可以 對 這些東西都可以令到 好拉一點 那 搞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入這個 龐沙水 對 就逐少逐少地加 對 這個我真的會 好笑好笑地加 每一次都記得要把龐沙水混 混得非常非常均勻 才可以下第二次 大概這樣就可以 再加多次龐沙水 一路重複這個步驟 直到它成形 好拉 那經過我的一番努力之後 我就終於弄好這個 白色 嗯 Cream的部分 是嗎? 泡的部分 我中途是加了少許泡泡 所以它會比較泡 泡一點 而且是很短 很拉的 那我們現在 最 最最最最最 最後的步驟 就是將它們兩塊東西 放在同一個盒子裡面 那當然是沒有任何技巧 經常都是這一句 對 這樣就整個東西扔下去 就可以了 應該大概這麼多 夠啦 太多了 對 那就整個東西扔下去了 這樣 對 就是這樣了 那現在呢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要將這些東西 清除了 對 我覺得這次還做得好過上一次 起碼像梳打這個 好一點 對 撕回一點梳打 對 那現在最重要的步驟就是 讓它燒好 那就可以 很完美地做了一塊 Creamy梳打出來 那燒泡這部分呢 我就不拍它了 但是希望大家也可以成功啦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給我一個like 還有subscribe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